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互提 欢迎收听由年鱼制为您带来的年鱼夜话节目 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 欢迎投入给小编 我是年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 就是来自于我们阿伟的一个朋友 下面我们按照惯例称他为小刘 小刘遇到的这件事啊 与其说是个灵异事件 不如称之为邪室啊 特别邪 我来给大家慢慢说啊 小刘的父母呢是国企 所以他小时候住的是公租房 就是那种单位分给员工的那种租房 很便宜就能买的吗 对会买的就很便宜 就是很幸福的那个年代嘛 是 不像现在8090以后 现在不敢想 是的 然后他后期如果你买他 他有一个流程 就是公转私的一个操作 所以即便是按照当年的经济状况来看 买这个房子花的钱也比现在少很多 对 小刘说呢 因为当时是公租房 所以就由不得父母挑三减四了 就是直接分配 而且如果说你拒绝了这次的住房名额分配 下一次再分到里头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哦 所以你又没没办法去挑什么住几层啊 住什么街道啊 你挑不了的 哦 你意思是第一次还能挑是吗 不能挑 就是不能挑 哦 一开始就不能挑 对 就是有就问你要不要 你不要就给别人 会会有人不要吗 会啊 会有人会 比方说当时万元户啊 他就自己买房子了 对吧 哦 会有人不要的 是啊 所以小刘的父母呢 当时就没有去管这个住房的地段啊 格局啊 房型啊 这些东西 就直接OK我需要 就是拿下来了 嗯 那等到小刘一家三口搬进这个公租房之后啊 才发现房子里面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比方说啊 他这个房子啊 通往阳台的门是被卸掉了 然后那个门的地方被封死了 嗯 叫什么 封闭式阳台吗 他是 不是啊 封闭式阳台 封的是阳台吗 他封的是你的卧室到阳台的门 哦 然后在另一侧重新开了一扇门 就很奇怪吧 还有呢 小刘说他刚搬进房子的时候啊 他们在这个门岩下 门口的门岩下 发现了很多非常大颗粒的岩 平房啊 不是平房 就是在 门岩下是啥 就是门框下 门框下 对 而且他说这个岩啊 一看就是那种工业用盈 颗粒很大 撒岩是不是驱轨的 对 我当时也这样想的 当时我就想到了 岩能驱轨的这一个传说 而且这个也不是传说这个说法 而且这个说法好像是国内外通用啊 对 日本那边也有 对 国内也有 但小刘补充说这个岩啊 颗粒很大 每一个颗粒都有拇指大小 所以他觉得很奇怪 他不是那种普通的食盐 粗盐 那等小刘一家搬进去的时候 他们发现在主卧老旧的木床下面 有一张类似于符纸的东西 但是因为可能放的太久了 就看不出这个纸张的颜色了 那父亲就是小刘爸爸去拿的时候 手一摸 这个纸就碎掉了 而且他这个纸不是那种像老叔一样的碎 它是像这个被烧成灰的那种感觉 变成稀碎 我大概懂了 太久 要么就是有问题 对吧 所以他们说 就小刘他们一家都没有看清楚 这个纸上到底写的是什么 不确定是不是复制 但是因为是等于说有搬新房子了 而且几乎是属于自己的房子了 他们家就还是比较快乐的 就这种欢喜的情绪 掩盖了所有的这种 也就没在意 对 就没有在意 那小刘说 之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家里面并没有发生特别诡异的事情 但是偶尔会有一些小的怪事 比方说东西丢失 什么钥匙 硬币 针 甚至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像脸盆 碗筷 这种大件的东西 它会移动 电视机 冰箱 什么 这个好像太大了 它指的是 比方说我脸盆原来是放在门口的 下次再看不到门内了 但是家里面没有任何人动物 这种移动 不是说当你面对面动 然后他们家也没放在心上 但是现在想想挺恐怖的 这个事情 对吧 而真正恐怖的事情 是小刘的小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小刘父母已经通过办理这个工转司 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 那小刘说自己小学的时候 就开始流行看录像机 那他们家庭条件比较好 就买了一台录像机 就放在这个电视柜里面 连着电视 那一家人呢 就没事就会租点录像带看一看 那小孩子总是很贪玩嘛 小刘说自己 就时常呢 拿着这个父母给的零花钱 自己偷偷的租录像带去看 你这个表情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好吗 没有 我想的是午夜凶灵 你想我想的是什么 小刘已经给我 当时他也是这样 对吧 有防备的 他说我看的都是七龙珠 叫我不要多想 好好好 小刘说呢 其实他父母啊 是不太给他看电视的 他只能趁着周三或周五放学走 偷偷的租几个录像带 回家看 趁父母下班之前 拼命看 等父母下班回来之后 就去写照 照模作样写作业去了 父母一摸电视机是热的 那你不会把这个 石码网上一盖 就降温了吗 你花样真多 你没经历过吗 我没有 我都是正大光明的 那你这家人对你太宽松 OK 说回故事 这天呢 就是看这个电视这一天 如往常一样 小刘呢 他自己租了一盘 七龙珠的这个录像带 回家看 他印象特别深 为什么呢 说因为他租的这个 可能是个剧场 记得不太清 但应该是剧场 但当他把录像带 带回家 塞进录像机之后 电视屏幕里面 显示出来的画面 根本就不是七龙珠 而是一个黑白的戏曲 我靠 这太吓人了 我靠 对 本身就很吓人 而小刘他记得很清楚 说 这个类似于是金句 但好像也不是金句 而且唱戏 这个就是 电视里面放的 虽然是唱戏的 这个行头和伴向 但是没有声音出来 就有画面没声音 你想想看很诡异 然后是黑白的 对 一个小学生 他蹲在电视机前面 看黑白无声戏剧 主要我先带入 这是个恐怖主题的 然后再加上 什么金句那种伴向 我觉得很诡异的 很诡异 那让小刘记忆 特别深刻的是 一个什么画面呢 就是一个身穿白衣服的 一个戏词 他突然往后一仰 笔直的就摔在地上 宛如一句死尸 但是我后来想 我查了一下 因为我记得 好像是戏曲里面的一种 表演方式 特有的 是吗 我从来没见过 我后来查了一下 这个叫僵尸躺 或者叫江山 江山儿 带儿化音 南方人儿化音 用的不太好 他表演的是 这个角色被杀 或者自吻之后的死状 但确实这种情况 对小刘这种小学生 视觉冲击力 比较强 对 没有声音 小刘说 他自己看到这边 就感觉特别恐怖 就赶紧把电视机关了 然后把录像电拿出来了 然后等到父母回家之后 他们进门之后 就父母刚进门的时候 这个时候小刘睡着了 刚睡醒 他们点蜡烛 没有去开灯 小刘就很诧异 说 为什么不开灯 点蜡烛呢 父母告诉他说 今天中午开始 我们这个片区停电 然后还问小刘 你作业写没写 这个蜡烛灯 你是不是点蜡烛写作业的 那我下午的电视 是怎么亮起来的呢 对 所以小刘这个时候 才感觉到恐怖 如果是这个片区停电 他下午怎么开录像带的 事情没有结束 第二次发生了 同样的事情 类似的事情 小刘这次也是租的 动画片的录像带 还租 还租 放出来之后 还是上戏 还是没声音 小刘这次 立马就吸取教训了 直接就去把电视关掉了 但让他恐惧的是 关不掉 关不掉 然后他想去拔电源 才发现 电视机这个时候 插头都没插 小刘吓死了 直接跑回房间 把门关起来了 然后因为孩子比较小嘛 说当时不知道是为什么 是太害怕了还是什么 就怕着怕着就睡着了 怕着怕着睡着了 等他没办法吧 他不然怎么办 保护机制 是什么 不愿面对 说不定 说不定是哭着哭着 可能不愿意跟我讲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呢 哎 父母也回家了 电视机和录像机啊 还如往常一样 安安静静的 也没有播放画面 嗯 那这个时候呢 小刘就等 趁这个父母不注意 就把自己租的那个录像带 很快的从这个录像机里面取出来了 所以俗话说啊 事不过三 还有第三次 就其实第二次之后啊 小刘说自己已经害怕的 已经不敢看录像带了 甚至有几次父母喊他一起看 他都说我不看 你们看吧 那他为什么还有第三次 你听我说 然后第三次呢 是小刘有一天他放学特别去找 然后他回到家之后呢 他写了一会儿作业 又突然感觉 感觉怪怪的 有什么事 毛毛的 回头一看 电视机跟录像机自己在运转 放的还是那个戏曲 但问题是 第一 这个录像机里面 没有录像带 第二 他根本没去开电视机 他就直接炸毛了 然后冲出家跑到同学家里面了 一直等到晚上父母把他接回家 然后他才又哭又闹的 这个把一无一时的把这个事情跟父母说了 那父亲听完之后啊 就去研究录像机 就去看嘛 那没过两天就把录像机卖掉了 总之从此之后啊 小刘家里面再也没有出现过录像机 投稿 不然说投稿 就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所以其实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故事 挺厉害的 说实话 对啊 就肯定有问题 你看我们那个年代看录像机啊 这个东西很值钱的呀 嗯 他父亲研究完之后就直接卖掉了 肯定是发现这个录像机的问题了 谁是下一个倒霉单的 而且我记得这个录像机啊 当年是分N制和Page 你可能没看过 我 我那时候接触已经是VCD了 哦 那你是很后期了吗 对 VCD的意思 我那时候看的是 DVD 带子是分N制和Page的 你如果是N制的录像机 你是放不了Page的这个 这个录像录像带的 嗯 然后呢 我记得我看的第一盘录像带 你别说还就是恐怖片 就是类似于什么山村老师之类的港片 恐怖片 所以都是黑白的吗 那时候 不是 不是黑白的 就是有彩色的嘛 只是因为录像机的这个录像带的原因会比较不清晰吧 就只能这样讲 哦 反正这个蛮出 小刘这个故事蛮触到我点 对 他各种元素我觉得都挺恐怖的 是的 哎 你别说啊 说完这个故事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 嗯 就是咱们的这个投稿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很多时候就有粉丝啊 因为你现在可能刚开始做B站没有太多嘛 就是我小红书和那个王一云的粉丝啊 经常会在后台问我 哎 老鱼你这个我们这个故事什么时候发 其实我不太好意思说 因为有的故事是被弃用了 就是我们不是所有投稿都用的 之前有讲过 对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对 是的 所以但大家也不用担心啊 就是您这些没有被用在怎么讲常规节目里面的投稿 我们会做特期的 就像我们当时春节的特期一样 是的 所以后面呢 大概我们目前这一期应该是第四十几期 大概到四十五六期的样子 我有一我们就会做一期专门的一个投稿期用的情况啊 就是有一个全部都是期用投稿 大部分被期用的原因 就是要么是故事太短了 一句话恐怖 要么是他不太符合连于细思极恐的这个主旋律上来就直接 太恐怖了 直接忽脸的 直接忽脸的这个jump scale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他故事性太强了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投稿的这个作者文笔太好了 就显得很假 那所以我就没有放出来 对 对大家不用担心 后面肯定都会说 也所以一直欢迎大家的这个持续的热情的投稿 没错 没错 那说到投稿了 我想到又想到一个典型的一个这个不会被我们链鱼用来做这个标准节目的故事 但这个故事是小叶身上的 就是咱们的养合力养生的后期老师 小叶 小叶说什么呢 他说虽然他是给我们捡合力养生的嘛 但是他会帮我去找一些这种素材 有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发给你做封面的这个封面图了 对 然后他在上国外的某一个网站找素材的时候 那个网站其实我们原来也用 就是EUN什么什么 你记得吗 那个图片网 UNSPELLY是好像就 不要说 不要说 为什么 万一给给其他的我们的设计同胞看听到可能会有危险 没没关系 那个是免费没有版权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小叶打开着这个网睡觉了 他那天比较累 冬天嘛 他把自己裹得很紧 但是他觉得背后不停的有冷风在吹 窗户没关 他的卧室没窗户 他是一楼 他卧室没窗 嗯 就是有冷风不停 结果呢 是什么呢 没什么 就是就是第一个感觉嘛 然后第二次呢 也是一样 也是这个网站没关 然后他还打开了那种 他可能搜了一些恐怖的关键词啊 全是恐怖的图片 那他把电脑合上了 然后睡觉了 他晚上做梦 梦到他外公了 他说他其实不是第一次梦到外公 他经常会梦到的 他外公去世了 但是这一次梦到外公啊 他感觉跟外公在世时候的形象非常的不像 因为这个外公一直在跟他说好多话 就是吃东西啊 或者干嘛 你快吃啊 或者是你干嘛 赶紧搞啊 嗯 一直在跟他说话 他说他外公本身在世的时候就比较沉默一些 就不太像本人 对 而且我还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 如果你梦到你逝去的爷爷辈的人 他们是不会跟你说话的 是吧 爷爷辈的人只会跟你父亲这一辈的人说话 如果说你爷爷辈的人跟孙子辈的人说话 是会给他的后代带来不好影响的 哦 对对对 这个我好像听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梦到过 但是因为我四个老人都去世了嘛 我经常梦到我爷奶 从来不给我说话 我从来没梦到过 是不是我有问题啊 你可能设得比较好 我真的经常 我几乎也不能说经常吧 就相对而言 我基本上每年都会有几次梦到爷爷奶 而且这个梦都会持续很长 但是他们从来没跟我说过话 我回忆过 我四个去世了 三个了 但是真的从来没有梦到过 那可能他们比较幸福 直接就转世投胎了吧 哦 谢谢 所以我说这个故事就是说 像小叶这个故事也挺有感觉的 但是太短了 我想讲的就是 嗯 叫什么啊 嗯 这就是不长激情的后果 就和刚才那录像带一样 他还一而再再而三 他人家太累了 也还还要看录像带 人家的主持公司是华东区最大的MCN公司 好吗 玩爆我们这些人 完了呀 这个习惯他就是我们的两位后期老师都是大佬 对全是大佬 OKOK 好那今天第一个故事先到这儿 今天第二个故事呢是我们从B站收来的一个粉丝投稿是我们新粉丝啊 好的 名字叫BD什么是默认的那种没起名字了 就是网站默认给的那种 对对对 我们喊他小四好了啊 好的 嗯 小四投稿里面说他从初中开始感觉自己就有灵异体质 嗯 发现自己能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尤其是做梦这件事情很特殊 嗯 从 他说从从初中开始啊 那段时间他只要梦到什么不好的事情 短期之内就会发生 就预兆梦啊 预言梦 你有过吗 有过这种体验吗 我虽然我自己没有但咱们做过一期是这个是这个主题的 对 我也有预知梦但是都是隔很久 我是隔很久 他这个是短期之内就会发生 那你是出现梦的场景还是说是 就是一个片段 这就是我这个是有科学解释的嘛 啊对是我们那时候说过的 他说自己就是遇到事情就和梦梦见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嗯 小四后来找了几个师傅帮他看看吧 嗯 师傅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说小四以后肯定会和他们做同行 哦就是说他吃长饭 对说说这个是躲都躲不了的 嗯小四有点无语 嗯 他在投他他跟我说啊 他有很多他因为自己这个体制啊 他有很多故事可以投稿 我们就期待一下啊 接下来投稿 这次他投稿故事呢 说他前男友有关的 他说他前男友是个预警 是个预解 预解 不好意思 你想啥呢 我听说我听说预解了 不好意思 OKOK预警预警 看看这个人嘴脸啊 请继续请继续 他说前男友是个预警 预警 好的好的 他们刚开始谈对象的时候呢 感觉一开始相处的也不错 这个男友对小四也很上心 带他去见朋友们呢 对小四也挺客气的 反正一切都正常嘛 相处了大概一个来月 小四这时候就做了一个梦 梦到跟前男友一起出去玩 然后他要他要去帮小四买吃的 就让他在原地等一会儿 然后过了一会儿呢 一个女生就走过来喊小四 说让他离开离开这个男朋友 就是别和这个男的在一起了 因为因为他是我的 女鬼夺男友的情节 小四懵了 说我都不认识你 然后这个女生就说 你迟早 你迟早要认识我 迟早让你知道知道我 迟早要认识我 这时候男朋友呢 买东西回来了 还在梦里啊 看到这个女生就去哄他 完全忽略了小四 小四在投稿里面说 给他气醒了 小四醒来以后呢 觉得因为是自己的梦 肯定不会简单 然后他就想着就过了两天 他就试探性的问男友 你是是不是还有别的女朋友 我这他妈是试探性吗 这不是直求兄弟吗 直求王 我靠 男友 他前男友啊 非常诚恳的说 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小四说当时他就信了 第二个月呢 小四又做了个梦 这次呢 他看清这个女生的脸了 就又梦到这一个细脸了 这女生呢 是中分长头发 然后还有点绝 这女的问小四 为什么还不离开 离开这个男的 小四急了 问他到底是谁 这女生说 我才是他女朋友 他根本就是在玩你 你就是 你不要再当小三之类这种 就是说难听的话嘛 小四醒来以后呢 知道这事情绝对还没完 没那么简单 对 又问了一次他男朋友 他男朋友还是否认了 后来小四心里就想 就肯定要查查清楚嘛 他打听了一阵 终于在一个 就是关系比较好的阿姨那边 问出来了 这个阿姨说 这个男的 这个前男友 他有个女朋友 而且和这个女朋友 在一起很久了 知道真相以后呢 小四就 虽然生气啊 嗯 但是还是装的什么 不知道 然后这个男的呢 就是他们那一群朋友 也是 也是就是装的 只有小四这一个女朋友一样 嗯嗯 后来小四就跟这个男的说 你知道我身上有什么 如果你真骗我 你会倒霉的 我觉得这小四 好像比这男的更恐怖 这男的就是渣男 就是渣男嘛 但是我我的第一听到中间的一段 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把这个女的杀了 所以这个女的只能入梦的方式告诉小四 哎 这个是个很日常的故事 你不要想那么多 好的 你太血腥了 我靠 好的 那他跟他就是跟这男友说了这段话以后 男友依然 就是嘴硬 嗯 庆势淡淡的说我不可能骗你的 嗯 小四这下铁了心要打这个渣男的脸 嗯 后来后来阴差阳错的 他从这个男的兄弟的女朋友那儿 嗯 套出来了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女的 小四说没多久之后 就是他知道有这个女的之后 嗯 他前男友就生病了 就是说 就是像他诅咒他的一样生病了 然后查不出病因 每天晚上发烧 嗯 然后白天就退烧 嗯 辗转了各种医院啊 课室啊 能做检查都做了 全都查不出来 就是好不了 对 小四说 虽然他们那时候已经就是相当于 已经很少联系 像分手一样 嗯 但出于好心 还准备去看看他 嗯 当天决定去看那天晚上呢 他又做梦了 嗯 梦到小四从家里面出发去看他 刚走家门口一段路 打不到车 嗯 就看到一群人低着头围在那里 小四上去问他们为什么 问他 是被撞死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小四上去问他们怎么了 嗯 他们全都就是灰白色很恐怖的脸 看着小四 嗯 告诉他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快回去 嗯 小四醒了 心就心里面想是不是不要去医院 然后他就纠结了一下 嗯 开始看他了 那在医院里面呢 他女朋友打电话给小四了 嗯 就是 不知道哪来联系方式啊 就问他知不知道这男的有对象 小四说我不知道 我是他对象 然后两人后来就是加微信 发现这男的就是渣男嘛 嗯 两头片 嗯 在这个女的面前各种诋毁小四 然后小四发了他他们自己聊天记录以后呢 这个女的也知道真相了 嗯 后来他看这女朋友圈就和他梦里面那个长相是一样的 就是长头发中分卷头的那个女的 等于说小四提前梦到了这个 对 然后他就说就是所有东西都被证实了 之后小四就把这男删了 后来那个这男的他胸 弟的女朋友 嗯 跟小四讲 这男的病还没好 就隔了很久一段时间 哦 所以其实听完整个故事 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对 这个其实很日常 也不是也不说日常 他没有神神鬼鬼的东西 对 就比较有点诡异 对 但是没有特别的恐怖 对 就听完这么多 我就只想问一句 就妙老师 你是不是也瞒着什么人在谈恋爱 然后所以你的病一直没好 没有没有 你别乱说 各位粉丝 你别看了 妙老师现在已经恢复录音了 他的这个病啊 意识美好 对 我明天准备去第三次医院 好吧 就你这次自己拍拍脑子 就是CT 这个故事其实 点在于主角本身是有能力的 对 有这种 他有预知 以及诅咒别人的能力 这个 挺可怕的 是 我还是 我祝他 反正之后平平安安嘛 我祝他把这个事用到正道上 对 你跟他搞好关系 不然他 没错 没错 不然他对鲜鱼给点东西 我们就黄了呀 是 好 第二个故事到这边 嗯 好 好 今天第三个故事呢 有点特殊 来自于我们鲜鱼智的新成员 大家也知道 我们鲜鱼氛围很多 包括核理养生板块 包括我们后面会出一个 对 液化板块 还有我们后面还会出一个 关于美锤类的板块 叫暂定叫嘴嘴亚 这个节目 他是的这个板块的负责人 叫亚亚 我们呢 是跟他聊完之后 他非常积极的 跟我投了四个故事 就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引流故事 你去做美妆 让他来做这个灵异 他后面可能会作为 我们鲜鱼的常驻嘉宾 OK 我们先听他第一个故事 我想讲一下 我有一次泰国旅行 遇到的灵异事件 大概是我人生当中 无比确信的一次 就是 他一定有鬼 是14年的事情 当时的话是第一次出国嘛 所以跟朋友就选择了 跟团旅行 所以酒店啊 行程啊 都是旅行社提前安排好的 因为是低价团 所以的话是 凌晨的飞机 当时到达曼谷的时候 应该是凌晨两三点钟了 然后是旅行社在机场 就直接把我们接到酒店 我记得 当时到了酒店之后 那个酒店是靠河的 因为下了车之后 就明显能够闻到一股 那种水腥味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味儿特别的重 然后酒店的话是蛮老的 不是那种说新盖吧什么的 当时我记得在车上的时候 导游也有说说 这是我们曼谷当地 比较有名的一个 比较老的一个酒店 然后我其实 平时不这么熬夜的人 然后我就特别的困 然后到达酒店 大堂的时候 我就让我朋友去找领队 拿那个房间钥匙 我妈就在那等她 然后坐了电梯上楼 出了电梯门 就那种感觉就是 整个酒店都是那种湿搭搭的 电梯门打开之后 那种灯光特别特别的昏暗 然后整个墙面 它照理来说应该是贴那种墙纸 或者说刷这种粉白 那种白墙 但是特别特别的黄 墙面都是那种泛黄感的 然后红色的那种地毯 然后酒店的话还挺大 就出了电梯门之后 就是我们找酒店的 找我们自己房间的 那个过程当中 就是走了很久 是那个应该是那种 环形的 因为时间比较久了 我也不是说特别的能记得 然后房间分布的话 是很密集的 那那天 现在想起来的话 还是蛮奇怪的 到了我们到达楼层的时候 就我们当时已经没有 这一个团友是跟着我们的了 就只剩我们两个人 在那一层找房间 然后在找房间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往那种 走廊的深处去走嘛 因为出了电梯之后 它有那个号码指示 就是房间号指示 你往左往右的那种 我们就找到了 我们对应的房间号的 那个 然后就往那边 一直走 一直走 走了很久很久 走到了走廊的深处 一直在找我们的 那个门牌号 我就一直在问我的朋友 我说怎么还没有到 怎么要走这么久 到了没有 他就一直跟我说说 还没有还没有 还在前面 然后我都感觉 已经要到最后了 我心里其实也有一点点 不祥的预防 因为我很害怕 就是可能就是住在尾间 或是干嘛 就我们一直走到最尽头的时候 我抬一眼 我就能看到那个 安全出口 就是那个exit 一直在泛着绿光嘛 看着特别的圣人 就是那么巧 我婆婆说 就是这间房 就是在最尾边 就靠近安全出口的这个通道 旁边就是我们的房间 我个人是信佛的嘛 所以说还是蛮迷信的 然后加上 其实14年之前 我们一直都会有看那种 康熙来了的这个节目 康熙来了正好 那个时候也有讲很多灵异事件 我就知道了 就是进一些酒店之前啊 一定要打招呼啊 包括是头肩尾肩 最好是不要住这种 然后我当时蛮 蛮不舒服的 我就跟我婆婆说 我说咱们能不能换一件 就是确实 不害怕嘛 而且加上泰国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 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传闻 然后我带我婆婆就跟我说嘛 说现在已经就是 差不多都三四点钟了 而且我们就在这个酒店 住一个晚上 我想说那算了 我也很困嘛 那就住吧 然后我就按照之前 看康熙啊 这些了解到的东西 就是要打招呼嘛 就是要敲门 我就先敲了门 我说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说我们就在这住一个晚上 然后我就赶紧进去吧 进去之后 就是也要把所有的水龙头 都给打开 包括厕所也要冲一下 就是房间里有多少个水龙头 你都要打开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才是一套完成的流程 这也是我听说来的 然后我就进去房间了 就是那个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你整个人寒毛都起来了 还有两个特别大的那种飘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边人 泰国那边就是没有把那种拉门 阳台的拉门给拉起来 就门一打开的那一瞬间 阳台上的那个窗里就 一下就给吹了起来 就还是很圣人的 就明明泰国那么热 但是你就觉得很冷 他的房间布局一进门 左手边是那个卫生间 洗用间嘛 就是正常的 然后有一个标间是两张床 然后正好靠近阳台的那边 那张小床是面对着一个梳妆台 它是那种很古老 很古老的一个梳妆台 就是那种椭圆形的镜子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能够知道 有一个很破很旧的一个电视机 然后我就赶紧去厕所 去卫生间 去把那个水龙头要打开嘛 但是那个厕所灯光 特别特别的暗 也整个都很古老那种感觉 然后进去之后 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一个洗漱台 很大 有两个人可以同时共用的那种感觉 但是每一样东西 都是在生锈了 然后左手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浴缸 那个浴缸也感觉就是很多年 没有被人家给用过了 就是秀极斑斑的那一种 然后淋浴间是有两个 但是它是用那种红砖 就是那种红砖砌起起来的 你们去过泰国的时候 应该都知道 就是哪怕是在那种度假的地方 度假酒店 就是上那种什么兰台岛啊 那种住的这种靠海的酒店 它的那个淋浴池 都是用一种砖给砌起来的 然后另外它的砖外面会有一个门槛 你要跨进去 但是这个酒店 它为什么要设计两个淋浴池 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就进去赶紧把那个水龙头都给打开嘛 包括浴室的 包括那个浴缸的 但我就是找不到马桶在哪里 找了很久 马桶居然在门后面 也就是说你门一打开之后 你就看不着马桶了 这个设计我也觉得很反人类就是 然后我找到马桶之后 也把马桶冲了一下水 然后做完所有的这一套之后 我就出去了 我朋友在收拾行李 就是把当天要用的洗漱的东西给拿出来 我就点了一支烟放在那 因为我听说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做完了之后 还可以做一个加成的动作 就是点一根烟 就是告诉里面的这些阿飘啊 不好意思 我这里有人今天来打扰一下 然后我们两个人因为很困了嘛 然后就赶紧洗漱完成 就要睡觉了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 因为镜子对着的床就是不好嘛 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睡那张床 你就我们俩就睡一张床 那个标间 但是那个床虽然不是很大 两个人睡两个女生嘛 就还好 然后我们俩就睡觉了 然后我们因为有点困 睡着特别快 我刚睡着 突然之间 就有人在我的小腿上面 啪啪按了两下 我整个人瞬间就清醒了的那一种 然后我就把腿赶紧给收了起来 我就咬我的朋友 我说你别睡了 我说你起来 我说你起来 我说有人按我的腿 然后我朋友就说 可能你今天就是太累了 腿抽筋了 然后我就说没什么 赶紧睡吧 然后我想说好 就再继续睡 然后一开始 我第一次睡下去的时候 我是背对着他睡的 我们两个人就是都面朝的右边去睡的 然后我被按醒了之后 现在我就有一点点害怕嘛 我就换了个方向 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就面对面睡 那我就正好我就旅行之前去见了一下我的那个上师 就是藏族的那个藏教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等于说是老师嘛 那正好帮我的那一串那个小叶子坛刚开过光 我就把那一串佛珠拿在手上 我就想说好那就赶紧睡吧 我就又睡了 我就面对着我朋友睡 我们两个人面对面睡着了 我这一下是往左侧嘛 我就刚睡着没多久 又在我小腿上面按了两下 我整个人就是当时已经就是那种 太害怕了 因为房间里面是暗的 但是我们的门关起来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房间里面是有风的 就很奇怪 我们可能当时没有关那个阳台的那个门 但是不至于说大晚上 因为你串风你得有一个流动性嘛 但整个房间除了阳台 那个门是打开的的话 是没有办法去给他做那么大的一个 肤苏的一个流动的 我就很害怕 我就 那一下之后 我就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就使命的在咬我的那个朋友 我说 我说你别睡了 我真的太害怕了 我说这房间肯定不赶紧 有人按我的腿 我说真的有人在按 然后把腿给蜷缩了起来嘛 然后我们俩因为是面对面的 我就把他摇醒了之后 我就在背头里面 在跟他说这些话 我说我说 我说你别睡了 别睡了赶紧起来 我就想把那个灯给打开嘛 很害怕 我又不敢动 我又不敢把眼睛给露出来 因为我就总感觉 那个梳妆台那个方向 有人 就特别 这种直觉 你懂吧 就是那种直觉 就告诉我 那里有人 很害怕 我就 我就让我朋友起来 我说你把灯打开 我说我不敢睡 我说我太害怕了 那我朋友他妈心很大 他没有 他就是那种 就是什么事都没有 他就说好 那就帮我把那个灯给打开了 然后我就不敢睡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陪陪我 你不要睡觉了 我说这房间他妈的绝对不干净 灯打开了之后 我跟他说了这个话 因为灯打开之后 我就看了一下房间 确实没有东西 但是那个窗帘 确实一直在飘着 我就 对着我朋友很困 然后我就很不耐 我说 我又把他给摇醒 我说 你把那个 另外一张床上的那个 iPad拿给我 我说我不敢睡 然后他就一边抱怨 一边又去把那个 Pad拿给了我 我就盘腿 坐在床上 就是我倚靠着那个 后面的那个枕头 我就盘腿坐在床上 我朋友在我左边睡觉 我就把Pad架在了 我的胯骨上面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就在那边玩那个Pad 因为我不敢睡觉 我就在看各种视频 那时候我眼睛 一点点都不敢瞄任何地方 就死盯着iPad 但那个时间特别特别的漫长 我就一会儿看一下 Pad上面的时间 一会儿看一下内容 我想说赶紧到白天 天赶紧亮 然后我就盘腿坐在那 过了好久好久 没有任何的动静 我想说可能也没有事了 大概过了十来分钟吧 我的盘着的腿哦 那个膝盖那块 就有人在我膝盖那两下 啪啪又按了两下 我他妈整个人毛都要炸起来了 这绝必有东西 就肯定有鬼啊 那我就 我就一直在骂脏话 我朋友一直在睡觉嘛 我就咬他 他也不行的那种 那我就一直在骂脏话 我就把我当时 学会的所有的脏话 就全骂了一遍 把那个佛串也 一直拿在手上 我心里当时其实还在想 这玩意也不管用呀 这怎么就防不了鬼呢 就反而当时心里 路程还是蛮复杂的 就因为很害怕 你想你醒着 坐在那 有人还能在你的腿上按两下 不可能是我朋友啊 我朋友睡得很安静的那种 睡到我旁边 最后一次我叫他的时候 他甚至眼睛都没有睁开 其实更加让我很害怕 就感觉整个房间 就剩下我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然后虽然有灯灯打开 但是那个窗帘一直在飘着 然后那个梳妆台 又对着另外一张床 其实我瞄一下 也是能瞄得到的 我又不敢瞄 而我就一直在骂那个脏话 骂了好久好久 反正我也没有睡 过了一会儿缓 多两年外面就那种攻击 大鸣了 其实应该是五点多钟吧 反正这两个小时 对于我而言 特别特别的漫长 然后听到鸡打鸣之后 我心里才稍微安稳一点 我也当时没有立刻就睡觉 当时天开始 有一点点亮了 有一点点亮光透出来之后 我立马把那个盘子关上 一扔我就倒头就睡 因为跟团骂 所以说起来也比较早 七眼多觉起来了 我就睡了大概两个多小时 起来的时候 我朋友就说 我们收拾行李 因为群里面 已经开始在发消息了 说下楼要寄存行李 然后开始吃早饭 那我就把行李 我们就赶紧赶紧收拾 收拾 那是我收拾的最快的一次 我所有东西是 胡乱往我们的行李箱里面塞的 然后拎着行李箱 我就要赶紧去开门出门 那个我们有一个繁琐 那个我把那个繁琐鞘 给弄掉之后 我就一直在拧 它是那种老式的那种 就是拧开的那种房门 我就一直在拧 我怎么打开 它都打不开 就我一直怎么转 往左转往右转 反正我就是打不开 而我朋友说 你你让开 他轻轻啪 一转 门开了 你说我还不害怕 我那般的时候就觉得 这阿飘绝对有点针对我的意思 真的是跑啊 那门一打开 我就拎着行李箱 开始狂奔 到那个电梯间 然后就赶紧坐电梯下楼 那个时候 天已经很亮了 然后整个底下一楼都是我们的团友 我们就赶紧把那个行李给寄存了嘛 寄存完了之后 我就 我朋友 我们两个人就边走路边去餐厅 就去餐厅的路上 我朋友悠悠地给我来一句 他说 昨天晚上 我没敢告诉你 我怕你害怕 他说 我昨天晚上 其实睡觉的时候 我眼睛一闭上 有一对 东南亚男女 在我们 就是眼前飘来飘去 她眼睛是闭着的哟 她在睡觉哟 那一对阿飘就在她的眼前晃来晃去 我说 你他这样子 你都能睡得着 那我朋友心可大了 跟我来一句说 因为我觉得 人不犯鬼 鬼不犯人嘛 也没有什么 就是会伤害我们的意思 我说 那我都喊着那样了 你居然能睡 就确实有实际行动啊 就是确实他按我腿了呀 他说 可是 他没有其他的感觉 就是能看到 那个一男一女 我真的 我当时就觉得 我 你 真的很 让我 无语 我这朋友真的心太大了 就经历过这次事情之后 我就是 后面也去了几次泰国 但我绝对绝对 不可能再去住那个酒店了 那个酒店的名字 我走到今天都记得 叫梅南河酒店 所以大家如果说 去泰国曼谷的话 尽量绕道吧 不要去这家酒店 我那一趟旅行 就因为第一天的 这个不好的经历 后面每一天 睡觉睡得都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泰国这个地方 就是有诸多的传说 再加上我自己个人 其实还蛮爱看 那种口部片的 泰国的鬼片 虽然很有教育意义 但是还是蛮吓人的 就因为看过这么多之后 所以说 有加成的作用吧 特别的害怕 然后 另外也想告诉大家 就是 佛啊 不要随便拜 因为特别是像我们这种 就是已经 有所皈依的人 就更加不要去 拜那种 负面佛啊 这种佛教 虽然说 大家都说佛教 大成一组嘛 那其实还是有一些 有所区别的 大家要稍微谨慎一点 就去到别的地方啊 去到其他国家 也要就是稍微注意安全 哎 这个经历实在是让我 至今难忘 就是我人生当中 唯一一次无比确信 我一定是遇到 不干净的东西了 差不多就这样吧 OK 妙老师听完感觉如何 嗯 虽然就是 我们之前做过类似的 嗯 他这个描述的 我觉得 比较细 很精彩 好吧 我就记住两点 一叫做 魅南河酒店 千万别去 嗯 还有一点就是 遵守咱们当时的 那个规徒 不要住 不要住围房 是的 这个 魅南河酒店 是吧 对 魅南河酒店 记住了 大家去泰国玩 别去 千万别去 直接给他公开处刑了 是 那我就觉得 他有很好玩的点 就是 感觉泰国的这些鬼神 他不受禁忌 他好像随意能 在这个人间作乱 嗯 中国好像就会受到一些压制 中国叫什么 有编制是吧 是的 你要是 是公家的才可以 对吧 OK OK 这个是咱们亚老师 来投的稿里面 四个里面 第一个稿 我没有去按恐怖程度区分 嗯 但最恐怖的那个稿件呢 我会放在咱们的 应该是第二 或者第三期的付费节目里面 到时候欢迎大家收听 也很精彩啊 是的 好 那今天本期的年约夜话 就到这边结束了 那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 和对我们的支持 以及投稿 一样的 任何一个可以连续到年约的平台呢 都可以给我们发来投稿 我们会私信一一回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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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